我們現在在收聽的是 恐怖 再笑 小同伴 蛤 好了 我們有四張相片 我們先去那四張相片 因為剛才我們在想節目說什麼好的時候 就在某個Facebook page 看到 麥當勞好像現在都搞婚禮 這麼瘋? 他好像有幾個餐單 最便宜的是二千多 我們看看是二千多個 不得了 好猛 這個四個很值錢 找到2999 港幣2999 幸福美滿派對 適合任何派對 Kinson好像說我快要結婚了 每場幸福美滿派對 有最低消費 看不清楚一點 網台介創仙河 我讀一下 你讀一下餐約美滿派對 為何逼人聽懶音字 場地租用任玩兩小時 港幣1千以內之任何麥當勞 但這個是真的麥當勞做的嗎 還是有底 我不知道他堅定 我看到有些人說翻炒夠了 應該是堅掛 我看是新隔期那個 二十位嘉賓禮物 我不會想婚禮吃麥當勞 真可憐 其實這樣也好 你想想想想 你知道現在去喝 不是經常討論去喝 要給你多少錢人情 你答我吃麥當勞 我絕對知道要封多少錢人情 你猜一下這個婚禮MC王Eric 如果有人邀請麥當勞做這個婚禮MC 他會不肯 又派對私宜 這個沒有了 不能自備 但又派對私宜 我不要而已 我可以自己戴的 不是下街外色 我自己戴的 其實麥當勞想到這條 有說服他吸引到別人去 他問題是 因為夠便宜 婚禮怎麼會吃麥當勞 這件事很差勁 不是的 要放得很好看 可能你麥當勞認識 我不是在麥當勞搞 見親朋友 而且你二十個奔客禮物 那些都不喜歡你多人 有的啦 麥當勞那些 不是這個最便宜的 你等我等我 一來看看最貴的 有的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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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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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長久久 麥當勞 愛以無限派對 哇 那不是9990元 你剛才看過另外一張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特別的 這個50人 什麼話 你再說一次 你剛才看過另外一張 二千多那個 跟這個有沒有分別 我已經留意到分別 這個是50位 剛才那個是20位 那些人數上的分別 有的有的 兩個都是人玩兩個小時 但是剛剛那個是吃二千元的東西 這個是吃三千元的東西 剛剛那個一千元 就是二千元的東西 這樣也很正常的 給多錢就可以吃多些東西 很正常的 它有長地佈置 有浪漫玫瑰花拱門 OK 中式結婚 好像除了食物多了之外 其他都是一樣的 是嗎 大家有沒有看到有一點點問題 什麼 你見到什麼盲點嗎 智者智者 智者智者 有一個問題就是 謝謝你帶領我突破盲點 我只玩過兩個小時 我一場婚禮 只玩過兩個小時 不是這樣計的 快吃快吃快吃 快點說快點說 快點說快點說 快餐店是這樣的 真的是快餐 9999的都是玩兩個小時 對 快大哥給多半小時 兩個小時 可能還要包他收拾東西 但是其實 一萬元包你兩個小時 我覺得兩個小時是真的差不多 你不覺得很多時候去喝 你很多時候都是在等的 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不必想快點開始 你很肚餓 10時就差不多 10時多 都是兩個多小時 也對 反正他都沒有麻雀打 其實我不太會打 所以從來我也不會早去 他沒有麻雀打 沒有乳豬吃 沒有酒喝 不是 大埔區那間有滑滑梯玩 但有雞形麥當勞 那間麥當勞 不是 泰和 泰和那間有 很開心 我記得以前 以前麥當勞是否有波波池 我記得小時候好像是 我不記得那裡有 但我知道有那裡玩的地方 我自己知道泰和獨立屋還有 獨立屋 對 泰和火車站那間麥當勞 是寧寫自己的一間屋 一年前有一個軟硬的廣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是在那裡拍 是寧寫的一間屋 它是最特別的一間屋 因為其他那裡全部都是貼著商場 這樣開的 但是它是寧寫自己的屋 就是一個建築物 對 它是自己的屋 好像外國的麥當勞 對 很帥 屯門也有一間 在什麼名琴那邊 也有一間屋 就是它自己獨立出來 對 這些厲害 在那裡還可以 我想起這些 浮滑梯 我想問你們 你們小時候有沒有試過在麥當勞 搞生日派對 但從來沒有機會 我也沒有 我只是加入過麥當勞會 麥當勞會 關什麼事 我加入媽媽會 好像 我想問問 有東西送的 這個其實沒有這個 買A搭C 買A搭C 對 很划算 或者是送細慘粥 Kiddy你想說 這個應該都是小時候的願望 沒有人想的 我覺得不是很自豪的東西 但覺得別人有我要有 這個是小時候的夢想 但他有生日我有生日 為什麼我生日寄得紅雞蛋 但別人有一群小時候 都大王冠 我們怎樣都要再一次皇帝 他的扭波很棒 我也是 我記得 還有很漂亮的麥當勞姐姐 我也是因為去完 小時候我也是去完 別人的同學生日派對 在麥當勞搞 然後才跟我媽媽說 媽媽要在麥當勞搞生日派對 然後最後我也是搞過一次 不如我來生日也搞一次 在麥當勞搞 在麥當勞搞一次 不如我來生日在麥當勞搞一次 好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試過 現在很多年輕人 會在麥當勞搞 反而我要吃麥當勞 吃麥當勞 我試過 我有個妹妹 她小了七年 不知道八年 然後她去參加一個朋友的生日派對 我去帶她去 我當時都大過 讀中學 不知道中二還是中三 那時候我用這麼大 還有沒有朋友的身份去玩這個 你也去玩賣一份 不不不 去參加這個派對 去癡 去癡 我沒有玩 癡頭幫 我真的吃了麥當勞的放題 你去到叫什麼就可以吃什麼 很棒 她在我記憶中是任你喊的 我小時候都有做過麥當勞 因為我十幾歲 十五歲第一份工作就是做麥當勞 然後她是任你喊的 只要是派對的人 只要是派對的人 你就可以任出來拿東西吃 然後到最後她才一次過計算錢 是嗎 我要計算錢 不是啦 那個主人 即是舉辦那個主家 主人給錢 不是給不錢任喊的 是逐個逐個計算的 是逐個計算的 我記得 那時候我就瘋了 我叫幾份雞翼 明不是又不吃 那不是很老實說 那小孩子吃得多少 小孩子吃得多少 吃甜到飽了肚子 就不會再吃 但你又知道她的義氣不會吃那麼多 其實怎樣賺都會賺 其實我記得也不貴的 我記得那次我小時候 搞完麥當勞派對 我媽媽的反應就是 原來這麼便宜 這麼便宜 突然再搞了嗎 對 原來這麼便宜 原來這麼便宜 這是我媽媽的反應 你就好 我真的想試試 我去都沒去過 你去都沒去過 你沒有朋友 我去過人家派對一次 但其實那天我不認識 可能我身邊的朋友全部都是窮人 但是 你